今天是2024年10月15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艾德金融董事陈正芯和谭凯雲陪你一起开市 Ryan 今天大市是什么焦点 我想大家都是看着中国内地的一些经济数据 留意内地的一些组合权构市对大市的影响有多大 可否令大市继续上升势呢?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的道指标指和NVIDIA都在创新高 市场憧憬 美国企业会继续公布理想业绩 美股做好道指低开后一度跌156点 之后倒升 收市升201点 收报43065点 升幅0.5% 标指上升0.8% 收报5859点 道指和标指盘中和收市创出历史新高 纳指升0.9% 收报18502点 欧洲股市做好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亦是要跌2% 焦点股份 Tesla上日急跌8%后轻离反弹 苹果上升超过1% 新检股方面NVIDIA升2% 创出收市新高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个别发展的京东比本港收市高1% 阿里比本港上日收市率低 折合104.62 汇丰比本港收市高1%左右 看待亚太区的情况普遍向上 日盈平均指数组断升过1% 升470点 最新4076点 首义综合指数微跌1点 色尼普通股指数升67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向上升超过20点 这是最新的情况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的情况是 没有什么方向 微跌3点 稍后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跟Ryan谈论美股的情况 标指和道指 盘中和收市都再创出新高 现在市场预期 年底前 会再减息0.5厘 暂时预算是11月减一口 12月减一口 现在看到就业和通胀的数据都OK 不再怕衰退 还要留意大选的选程 近日看股市的走势 个别股份也看到有急升 预期特朗普的胜算又大了 大选前你觉得美股的走势 是否能够持续做好 我自己看会反复做好的 你刚才提到两个美股现在最大的变数 第一就是息口以及货币政策 第二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两个的原念都很大 你看看以往 很多时美国总统选举 尤其是你去到九月十月的时候 基本上 都会有一方稍微领先 当然你背后一定不会继续有些暗涌 但这次 是拉举的情况 就挺严重的 挺明显的 是 我们也看到两个总统候选人 自从上次的辩论之后就好像没有什么交锋 而大家的焦点也似乎没有落在 他们一些的可能经济政策 或者金融政策方面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在这个层面上看 美国总统大选对于整体股市的左右 相对没有这个货币政策那么大 我们始终是看回 联储局今年 遇下的时间会如何去减息 减息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原念 我暂时都相信 但我自己看 以现在的经济数据来看 减4分1来的机会 仍然是较 减半来的机会 为大 当然 这个是说了11月那次 是的 11月那次 12月可能不减减 有机会 因为现在的经济数据其实不差 你说联储局有没有一个很强的理由 去持续这样减息 因为其实他们都担心通胀 是再次过热 联储局的 好像他的过去几年 最大的任务就是控制着通胀 如果这个时候的通胀失控 就真的是 临天光才失败 就搞不定了 所以他们会很审慎 所以这个就 大家要留意在利率期货方面 市场的预期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现在距离11月仍然有一段时间 昨天看到除了标指和道指 创新高之外 其实NVIDIA和TSM也创新高 NVIDIA也算是强势 你觉得在这个股份上 破顶追入的策略 可否应用在现水平的NVIDIA上 破顶追入 你可以否定我这个假设 我觉得不妨的 但是我又这么说 没有理由这个时候 一股都没有 但是突然间见他破顶时才会买的 因为过去两三年 NVIDIA也是一种 所谓的明星股 或者焦点股 或者很重要的重磅股 大家也很清楚 在产业上的垄断的优势 而这个垄断的优势 暂时来说是取代不了 所以如果以往不敢追 到现在都不敢追 就算我说今晚不要理那么多了 你总之就买回一万多千 我想大家都不会买的 如果你过去一直一股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純粹问我的走势方面 反复破顶 仍然是NVIDIA来的一个趋势 不过我其实始终都怕高追 我又觉得其实他有很多机会 会被你收集的 甚至乎你看近两年的波幅 其实你说去有一成至一成半的 空间的回调 其实就一点都不出奇 所以你说落回115 落回120这些位置 再去买起码叫做抵买一点 因为之前看到有一轮回落 都是亚皇人分减辞那一轮 大家可以留意着价位 Ryan也说看前景或经营就继续看好 不过是否高追呢 大家都要看看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美股就是踏入了业绩期 上个星期其中一个两眼点 就是JP Morgan 看到他的盈利比市场好预期 单日公布业绩那天股价升了4% 以及被大行调升到目标价 今个星期主要公布业绩的都是银行多的 譬如Gurman Sachs也会在这个星期公布业绩 以及Morgan Stanley 你觉得有没有哪一种可以留意业绩 可以博业绩 还是你都比较熟以七红的呢 我比较熟以七红的 你看七红就很强势 除了Tesla 但是一些实体经济 传统经济的股份 Catabula 波音 你买了就哭了 这个其实挺反映到现在的经济 坦白说的数据好像不差 但是真的发线捉层 亦都欠缺了一个动力 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你整体大市的升势是很难去扩散开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单靠秩童 可不可以真的拉高大市呢 这是一个问号 还有就是你看数据 有一个数据 1947年以来 美股经历过 11个有24个月以上的牛市 而这11个牛市 在随后的12个月内 它经历的跌幅都最少15% 不是说牛市就完结了 而是它那个波动是会大的 这个我想就一定会有点戒心 尤其是现在的经济背景之下 更加必须要小心 你只要看到银行股 银行股 我个人如果真的看业绩或前景 或是看市场的看法 传统智慧 一个减息的周期 银行股 其实它面对的压力是会大的 审慎一点 我又不会觉得是不可占手 但是要审慎为常 而且你看到一些著名的投资者 包括巴菲特 都减持一些银行股 这个时候 我就不是太敢博的 还有就再进一步 博业绩有没有股份可以博呢 我自己就很保守的 博业绩它的变数实在太大了 因为首先第一 市场的预期是这样 接着出来的业绩 好像比预期好 但是股价又未必好一点 很多时候 那变了就真的是一个纯薄的操作 但是美股就有点好 就是它往往就是出了一段趋势 一些过股 尤其是重磅股 出了一段趋势之后 它不是走一天就没有货 它是可以走一两个礼拜 你倒不如等它真的出了业绩 有个趋势出来 那你那个直播率商量会更加高